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殿下 日前以83万6660令吉 飙下了不成的F1车牌后 把这个车牌注册并安装在了自己的普藤匠像上 殿下今天一大早在巴西柏兰伊王宫内 亲自把F1的车牌安装在这辆红色的最新款普藤匠像 然后开着这辆车到新山一带油车盒 最后开往古籍士林王宫 引起了不少民众的关注 陪同殿下一起出游的还有普藤首席执行员 拿督阿莫弗亚以及董事拿督赛努丁 据了解新款普藤匠像官方售价是138888令吉 而殿下安装在新车上的F1新车牌 得标价足以购买6辆普藤匠像 缔造了车牌比车子还要贵的罕见情况